早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1月16号 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元 作造身边的是好朋友之杰哥 嗨 大家好 我们是金牛邦邦邦导读电子报的共同作者 在为大家开始导读今天的重点要文之前 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则活动的讯息 在本月份也就是11月24号到26号 我们将在台北的世贸一馆 举办一个金融博览会当中的B区 B区的335号谈委跟大家见面 在活动的当天将会有期间限定的订阅好礼 要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听过这个节目的 能够来谈委跟我们的同仁一起探班聊聊天 今天跟大家在这里导读几则重点的新闻 其中包括了一台车折价40万 七折起跳 非常的优惠的价钱 我们看到是不是全球的电动车已经来到了 提前来到了割喉杀架的大红海时代 另外我们看到了一场空前的折扣战开打了 中国出口的价格锐减了20% 太阳能相关的产品用五折来抛售 大陆货又将会水淹全球市场吗 第三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些人在探讨说 是不是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接近末日了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看到了国际货运的旅程的数字 暴增了49% 这显示说有大量的货在全球不断的运输当中 而且同时我们看到一个例子 就是iPhone的锂电池 可能就是一个全球化的最新的代表 同时我们还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日本车到底怎么了 我们看到三菱 Mitsubishi这个品牌 它黯然离开了中国 比亚迪好像再次的称霸中国的市场 如果说中国的车市只剩下比亚迪 这个一个人的武林的话 其实也不然 还有一个Toyota在苦撑着 最后我们要聊一下 就是马上就要拜席会了 拜席会其实是 最近这几天全球政治权利的相关的新闻 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所在 那中美之间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猜忌 除了台湾因素之外 到底他们会探讨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或者是全球的现象 为什么拜席会注定会没有结论 这是看到这几个相关的议题 那首先我们要先来看到的一个话题 当然就是车价 因为在疫情期间车的交期变得很长 但是现在好像电动车开始大差价 是特斯拉待起的 对啊 其实电动车最近不管在中国 美国或在台湾 或在全球各地 其实都在折价中 然后车商都寄出了非常好的 现金的回馈 那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就是 F150 这是福特最好的皮卡 那Lightning 它其实是一个电动皮卡 然后呢 它提供了大概 这个台币二十几万的责让 这个是非常非常多 那现在还不是最多 旧款的还是怎样 新款的 新款的 然后这个最多还不是这个 Lucid 这个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就是特斯拉的竞争对手 号称比这个Tesla多一个档次 那它的责让更多 责让了1.3万美金 大概和台币40万 40万 这个我们看到台湾其实 比如双B 特别是B&W 其实也在责让 那其实在这个 特斯拉的号角声 一响起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在做责让的动作 那特斯拉其实有部分车型 其实如果你跟它顶峰时候价格相比的话 它已经大概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打了66折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没有啊 表示它开价太贵 那其实这也反映说 这个市场现在可能会进入战国时代 进入一个割喉的战国时代 那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电动车 特别是电动车 其实它进入障碍 好像没有这个以前的燃油车高 那就是说让很多人容易进入 很多人容易进入的结果就是 沙价竞争就会出来 这个我们讲到这个消费者就会得力 在现在电动车 似乎就反映这样的状况 那这样的状况呢 对于消费者当然是好嘛 你尝鲜很多 然后就让很多 然后这个受苦的是车商 然后得力的是你 我还是有利润来没有到受苦啦 对啦 我们在经济学上讲消费者剩余嘛 年终bonus少了 消费者剩余就是我们经济学上讲的词 那就是当这个过渡竞争的时候 或是鸿海的时候 消费者就可以捡到便宜 那现在电动车就反映这个状况 那加上呢 其实大家如果有投资铃矿的话 就看到铃矿哇滴滴咯 这个铃矿的价格 其实砍了大概三分之二了 所以只剩下它原本的三分之一 从最高的 从最高点 所以说这个 我相信这个智力的经济应该不好受 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这个铃矿 那所以说这种种因素 成本其实也降低 然后这个我们技术的增加 然后让自动化 在电动车上面可以执行 那也让它有降价的空间 加上市场过度竞争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买电动车的话 意思就是说可以等等啦 maybe以后价格会比现在还漂亮 电动车可以来制度一下我们节目 对 也考虑一下 对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降价的话题 就是太阳能 其实太阳能 应该这样说长期来看 它已经下跌很多次 然后大跌很多次 对 现在又更便宜了 对更便宜了 就中国货 其实在倒货 倒到哪里呢 其实去年 去年哪里这个石油危机 能源危机 欧洲嘛 所以欧洲 现在很多要做这个太阳能 然后这可再生能源 那它就倒货给欧洲 那欧洲呢 其实它的太阳能的这个系统的价格 其实已经比高点的时候掉了 大概50%了 这个其实是非常可观的数字 那其实不只是太阳能版 那中国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数字来看 其实中国出口的价格 其实比去年同期掉了20% 这个是非常显著的价格 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这样子 第一个是大家知道中国 国内需求疲软嘛 所以它有过剩才能怎么办 它就是往这个国外送嘛 往国外送呢 那它可能要斩 要抢占市占率 那怎么办 那就是价格嘛 所以它价格越来越低 另外就是大家知道人民币 人民币最近处于这个15年最低的水准 这个其实也助攻了中国的 中国产品在全世界 我们刚刚讲的水淹嘛 水淹全世界市场 那所以说这几个因素加起来 让中国的产品好像这个有一点这个死灰复燃或是重新用低价的攻势要去这个进攻全球 那可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出口值 那可是我们看到中国的出口值 那可是如果你以其他单位来看的话 也许中国出口值是因为你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太阳能你换成金额 那时候因为它打了八折嘛 所以它当然是同样的商品 当然是要卖更多才有这样的等值的价格嘛 所以出口我们看到出口值掉 可是它出口商品的这个valent就是数量其实不见得是比以前还差 所以我们待会讲到全球化的东西 我们会讲到这个其实单位这个东西其实是很有趣的东西 我们看到中国以后如果中国真的这个叠价的力道会持续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用那么担心通膨了啦 因为中国商品如果中国还是蛮有效率我觉得 中国生产力还是算世界数一数二的 那如果它用生产力能够杠杆让价格往下掉的话 我觉得对于全球去抑制通膨我觉得是有一些注意的 刚才我们讲到说全球化的末日 然后如果说通膨这个问题可以相对缓解的话 当然是最好的消息 那你说iPhone的锂电池为什么会是全球化的代表 是因为它从中国组装卖到全世界吗 对我们大概会讲一下这个故事嘛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了大家普遍的概念是说全球化已死嘛 特别是我们的金元教父张忠谋先生 他一直说全球化其实不在了 那可是呢 其实美国乔治成大学有两位教授 其实他们做了研究 他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他说呢 就像我们刚刚讲中国货这个东西 大家用这个金额来算 然后看到了2008年的时候 全球贸易占整体全球GDP的比重 其实已经达到了峰值 就是最高点 之后在2008年之后就往下掉 可是他们用了一个另外的单位来算 就是这个货运的旅程 就是叫做顿公里 顿公里呢 他们这个研究了之后 发现2008的时候 全球贸易的顿公里 才55兆 可是在2020年的时候 已经成长了82兆 也就是说大概有50个percent的成长 意思是说 其实货物在全球的移动 它的里程数 比这个我们在15年前增加了50% 这个代表其实全球化还在进行 只是反映到它贸易金额的数字 在下跌 那这个因素很多 那可是呢 他们两个认为 这个是比较 就是货运旅程 其实是比较精确的数字 代表其实全球化的 这个轨迹还在 那里面就有一个很显著的例子 就是iPhone iPhone跟Tesla里面的电池 大家知道我们刚刚讲 银矿是在智力挖的 挖出来之后 然后把原料送到中国 中国这个宁德时代 比如说组装组装完 然后呢 再把它送出来 比如说到印度去做成iPhone 然后印度做成iPhone 搞不好又运回来美国 然后给一般的消费者 你觉得这个 这个里程是很长的 对这样的里程其实还蛮长的 以前呢 比如说iPhone集中在中国的时候 其实你电池直接放在中国 现在中美冲突啦 你还送到印度 印度然后再回美国 这个旅程其实就变长了 以这个观点来看 其实全球化 不仅没有后退 其实还要往前走 iPhone的晶片也是一样啊 如果说这个大家知道 iPhone晶片是美国设计的嘛 在台湾封装制造 然后这个 然后再运到印度去组装 组装完再到美国去 对 那就算以后呢 2025年这个台积电美国厂 正式开始做了 可是它的封装呢 封装的COWAS还是要 丢回台湾封装 所以它也要封装去 所以它要把金元 说白了就是这样嘛 对 把金元片呢 做好了之后 然后到台湾封装 封装完然后再 丢到印度 印度去组装完之后 再回美国 基本上是这样子 所以 大家如果以iPhone 这个故事来看的话 你觉得中美贸易 或中美冲突 有让全球化减低吗 它其实就换一个地方 搞不好更远的地方来做 所以以顿公里来算的话 它其实是增加的 所以这两个学者 好像的研究 好像有道理 我们以iPhone来看 或是以Tesla里面 电池来看 好像就是照这个轨迹走 你这个不让中国产品 进美国 中国的公司 就移到全球各地去 全球各地去 最后的终端的地方 还是美国 欧洲 这些最大的市场 所以全球化 以顿公里来算的话 它确实没有 没有消退 或是已经见顶的这样状况 这个其实还蛮有趣的观察 提供大家参考 是 那我们另外提到 三菱 刚说三菱离开中国 然后又说比亚迪 就再次 对 胜利了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一个数字 华尔街日报提出来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 所以跟大家分享 他说根据统计 今年上半年 他们又统计了四月到九月 这六个月的时间 他说以前 自霸中国车市的日本车马 以前不只是Toyota 以前这个Honda Nissan 其实都很强 然后这以前自霸 中国车市的五大 日本车厂 包括我刚刚讲的 本田 Honda 然后日产 Nissan Mazda 三菱 跟苏巴如 在内的 日本车厂 它在中国的销售数字 明显的衰退 然后三菱 三菱就不用讲 其实在台湾 也这个慢慢不见 在华销售 在中国销售 下降了百分之六十 苏巴如跟Nissan 也掉了快四成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观的数字 那新闻就 慢慢就出来了 三菱 特别三菱先说了 在这个上个月就说 他本来跟广汽集团合资的工厂 要停产了 不做了 可是呢 大家如果这个 有关心中国车市的时候 你就知道 2019年的时候 其实三菱在 中国卖的还不错 还有12.3万辆车 可是呢 到了这个去年 只剩下3.2万 大概只剩下零头了 那所以说日本等于是 全部败走中国 那只剩下 Toyota一个人在撑 我们刚刚讲那个数据 只有Toyota 是跟这个上年同期是持平 所以说整个 这个中国车市的日本的版图 其实只剩下Toyota在独撑 那这些日本人 这个丢失的市占率到哪里去 有一部分是因为 中国 它的汽车销量也在掉 那最大一部分当然就是 Tesla可能 然后最大BRD BRD其实把这些份额全部吃掉了 那我觉得 日本其实我们 如果把时光倒回10年 不要讲20年 10年看 它那时候在中国是非常厉害的 可是呢 在我们讲的这个 科技带来创新的时候 就是这个disruption 进来的时候 电动车在disruption的时候 所有的游戏规则都因此改变 所以它这个败网还败得蛮快的 所以日本的车集体 其实就在中国 其实是冰走卖城 这个是非常显著的状况 花花江山 其实只剩下Toyota在独撑了 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 消费者的口味 也是在几年之间 就很大的一个范畴 没错 那我们看到拜席会 相信是这几天 各个媒体的主要的报道来源 然后他们的一个核心 都在探讨说 这两个人终于能够凑齐 又再见面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会面的结果 也不是那么期待 就是说不见得也许是失败 虽然说还是见了面 但是可能不太会有共识 是大家的一个普遍的结论 对 其实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 应该他们两个已经握手了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们两个应该已经就近三五握手了 因为他们预备15号 他们会见面 在就近三会见面 可是其实华尔街日报特别报道说 其实以往我们在高层会面的时候 大家都会装熟一下 总是要联络一下感情 可是华尔街日报说 其实习近平拒接半个电话 已经好几周了 其实两国充满了矛盾 在这个拜席会 拜席会虽然大家运筹帷幄很久 终于见了面 可是其实中美两国领导人 在大家还记得吗 二三月的时候的间谍气球事件之后 其实就没有一个好好坐下来 好像已经很久以前了 很久以前了 就没有好好坐下来谈话的机会 那这一次好不容易铺陈了红地毯 可是两个人既然在会面之前也没有通电话 特别是中国这一方 听说非常紧张 他们对习近平要到美国去 大小细节通通要管 包括旧金山的游民 都被赶走了 那旧金山我们之前讲过 旧金山因为现在市区衰败蛮厉害的 所以说他游民很多 所以大家就美国国内就还骂说 旧金山市长 你平常游民都不管 习近平来的话 你就把人家赶走 你这个是大小眼太严重了 不过这不一定是个门面 他必须要处理一下这个游民的事情 那中国非常紧张 小从这个习近平的吃食 大到他的动线 其实这些维安人员都非常非常紧张 肯定是 对 然后我们其实看到 他这次因为到旧金山 所以会跟矽谷的大款 应该会见面 那其实大家也看到 新闻上门票最高到两万块美金 其实非常贵 可是大家听说 这个还蛮踊跃的 另外呢 就是他会跟这个 他以前的好朋友 大家如果对习近平的故事 有研究的话 就是到爱荷华州 爱沃瓦 然后他第一次 在85年的时候 他第一次这个土包子 然后进到美国 然后第一次看到美国的富裕 跟繁荣跟多元 所以他那时候 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这个就我看到 听到的这个故事来说的话 他们那时候一行人 大概三五十个人 然后到爱荷华州 其实是做农业考察 然后一行人去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很穷 中国85年的时候 还是非常穷的时候 所以大概一纸皮箱 里面只有一套西装 所以一群人必须要 你第一次到美国去 总是要打败周全 可是呢 大家只有一套西装 去了这个一个月的时间 他必须要在饭店里面 旅馆里面 然后做换洗 这么久 对 听说呢 听说就是大家都 只有一套西装 所以必须要在饭店里面 然后自己洗衣服 然后把它凉干 这个据说是 这个美国方面 透露出来的讯息 那他会跟他的老朋友见面 那这个是习近平出场 民主跟富裕之位的 一个这个场合 所以他久久不能忘怀 85年到现在 这个非常久的时间了 快40年的时间 所以他还对这个美国 这个风味 这个念念不忘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蛮好 蛮好玩的花絮 那我们讲到正题 其实现在这个办习会之后 会碰触的议题 其实有几个 南海 这是国家安全的事情 贸易 这不用讲 已经很久 半导体 对 人权 战争 台湾 大家听我数完这个 你觉得中美哪一个 会有结论 每一个都没有 这些都死结 都没有办法可以谈 那这一次大家就期望说 大家就是会面 在人情交往上面的会面 至少 至少你可以让这个状况 不要太差 甚至我们之前看到 去年见面的时候 谈到什么药物的问题 我看都没有在 在现在的 这个清单上面 希望这个 中国不要把毒品 外外销到这个美国 好像这个 这个议题也没有 被端到台面上来 那端到台面上 都是一些 好像现在是死结的状况 就是只能讨论 没有结论 就是老外老先生 可能坐下来喝个茶 这样子 表示我们没有 没有决定 我们还存在 对 然后我们还 这个继续 希望推动 所谓中美之间的交往 这个可是呢 实质的进展 到底如何 我们可以 期待 今年 这个礼拜最大的 议题 应该就是这个 对 就是这个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最后 是不是如画 以及预报预测的 其实最后 不会有什么结果 拜席会 其实 象征性的意义 去大于实质上的意义 是 感谢大家的收听 这里是热议华尔街的节目 下个礼拜四早上八点 我们会在这里 继续为大家导读华尔街 如果你想要知道 更多最新消息的话呢 欢迎你透过节目 资讯栏当中的连结 订阅我们发送的 免费电子报 每个礼拜会有三封 为你快速掌握 国际财经大事 让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